佛经上说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将来就颠倒了 他富有你变成出身了 他又来吃你了 那师父我在这插一句话 我记得我忽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 小的时候我奶奶跟我说的 她说的这个牛啊 不能吃这个牛肉 她说这个牛为什么脱身是牛呢 她上辈子是当官的 然后她因为是做了贪官了 所以剁了成牛了 师父您说我奶奶说完这个话有道理吗 有道理 有道理 动物都是人做的 他的罪受完了之后 他又回到人道来 这六道轮回嘛 所以三卧道 现在我们清楚啊 是消罪业的 消罪业的 对 你罪业要消掉 到哪里消掉 三恶道里消罪业 三恶道里消罪业 对啊 三善道是消福报的 消福报的 对啊 福报也消掉 因为你清净心里头 罪福都没有 罪福都没有 你的心才清净啊 清净心是真心的 罪福都是眼无啊 那师父我假使说我命里有福 我想修为的话 我不要这个福 我不想这个福 是这样吗 不想这个福 福把它给一些众生去想 这就好啊 就舍己为人是吗 对 没错 你看真正懂得这个道理 有福报的 他自己生活过得很辛苦 福报 他会照顾很多人 他把这些钱财 给那些需要的人 需要的人啊 我这一生看到 就是我以前的老校长 周邦道先生 这个人做官是个清官 清官 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 大概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一个 找不到第二个 他在台湾 做考选部政务辞长 什么是考选部 师父 就是主管选拔人才的 这个权力太大了 对 选拔人才的 主管国家每一年 很多考试 这个需要人才的话 考试 他们专门负责 一身高教训 那么公家配车子给他 有一辆轿车 他就是副部长 那么家里给他专门电话 他这个车子不是公司 他不做 私人有事情 做巴士 电话呢 不是公司 不用他 外面打进来可以 自己绝不打出去 自己私人要用电话 到门口 外面有公共电话 投入 君相似 谢谢观看